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差不多将近快十几年 二十年没有记忍了 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 我也怕我不会记词 忘词 怎么办呢 总是很丢脸 在恐慌当中 对自己也没有什么信心 我就在屋子里面 在家里面 三不五十的拿出来看一看 我这应该要怎么表现 怎么样处理这个戏 观众可能会看到以后 我演的好不好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我最起码 我要把这个母亲的这种 没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它真的是一个很有爱的戏剧 你就讲那个三长两短 不是抓老人的 对对不是 对对对 对啊 你盖棺定论 完全不上 无老少 对啊 没有没有没有 对对对 他年纪很轻嘛 他跟精神好得不得了 什么脑 走掉了 应该八十年吧 如果超过八十年 有很多功能上 大概就退休了 就没有办法 做到尽善尽美 因此没有办法 因此没有办法 所以我在想啊 我们人生大家好好地把握 就前半段时间 该冲的就冲一下 该留的就留一点东西 越来越严重 我要 这个年数 就要喝什么这样 好 好 好了 好了 OK OK 老朋友那种想法就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现在都到了这个年龄了 就在现场谈谈过去 谈谈未来 还没有未来 未来就这样吧 都动不了了 蛮伤心蛮感动的 我就跟他讲 你走了 你留下我 我该怎么办 我该回家了 雨要黑 要黑 我不在 不能在啊 不能在吗 家就在吗 这么怕 我很羡慕这一对夫妻 这一对老夫妻 所以他才会教育成 像他那个曹医生 这样有成就的孩子 没有这样的父母 不会有这样的孩子